台湾新生儿的性别差距 今天有妇女团体指出 现在每出生110个男婴 相对只有100个女婴 性别严重失衡 他们还建议政府在重男轻女的观念 没有改变的环境下 应该要仿效韩国 规定医生在产检的过程当中 不能告知父母亲这个胎儿的性别 出生率在全球吊车尾的台湾 不只出生率低 性别失衡的情况更是严重 不只是少子化的问题 而是少女化 就是我们台湾的女性是越来越少 但是越来越少的一个背景 是来自于民间对这个重男轻女 这样的概念其实它是存在 而且并没有稍稍的弧景 所以这个呈现出来就是说 每100个每100个 亲生婴儿女婴的时候 我们的男婴是110人 再过几天就是三八妇女节 今年是妇女节的100周年 在国内提倡妇女运动将近40年的 吕秀莲副总统忧心的认为 少女化将对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中国大陆有8000万的年轻的男人找不到太太 所以他可能有一天会到台湾来抢太太 可是没有想到台湾的情况 其实跟中国大陆不相上下 他是112比100 我们是110比100 吕秀莲说如果大家能够意识到 没有女人男人怎么办 可能就会更重视少女化的问题 妇女团体也表示 韩国在前几年也面临严重少女化的现象 当时韩国政府就规定 医生产检时不能告知胎儿的性别 不让父母亲进行性别的取舍 记得陈树军英来期台北报道